我特别赞同一句话 爱是情绪稳定的源泉 我观察过我身边那些情绪特别稳定的人 真的是如此的 有的是他们从小被人爱 即便做错了一些事情 父母也是能够包容能够理解 或者还会去积极地引导着如何去解决问题的 举个例子 他们小的时候可能吃饭的时候把碗摔坏了 他们父母会说 你怎么不小心啊 你知不知道这个碗很贵的 他们会说 哎呀你有没有吓到呀 有没有伤到手啊 哎妈妈知道没事没事没事 这个碗碎了捡起来放好就行了 当然我也见过小的时候 父母打压贬低教育 但是长大了过后 想从伴侣那里得到疗愈 当然最后从伴侣那里也得到疗愈了 并且学会了爱自己以及自我关怀的 就比如你在开车的时候 你不小心追尾了 他可能不会责怪你怎么这么笨 而是会关心你有没有被伤到 还会一直安慰你说 人没事就好了 拿车嘛 修修就好了呀 然后就开始跟保险公司联系了 所以我越来越理解那些情绪不稳定的人 为什么总是焦虑紧绷 遇到一点事就紧张了不行 因为他没有感觉到被爱 他一直以来感受到的就是 我不能出错 我不能出一点问题 否则我就完了 没有人 特别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 能够让他松弛起来 也没有人告诉给他 没关系这次错了 不代表你就是不好的 你依旧是好的 我们依旧爱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